Hello,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我来到了位于山西省杨泉市的藏山 这个藏山啊,这个是赵氏孤儿的发源地 大家看过这个赵氏孤儿的电影或者是赵氏孤儿的电视剧 就大概能了解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大致是根据这个实际赵氏家里面的一个记载 然后拍成的这么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 那么今天赵氏孤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者是赵氏孤儿这个藏山所发生地的这个藏山 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他这个山上的风景到底如何呢 今天大飞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发生过赵氏孤儿的藏山 他也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 Let's go 萌票已经买上了啊,萌票 大家看就这么一个小网嘛 我是网上购的票 然后在这块取的票 总共是全价票是淡机是40块钱 然后现在减票进圆 需要登记吗 没有 那二十几号是 喂 从哪儿来 太远 好嘞 提醒一下大家啊 现在出门旅游呢 最好做好防护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疫情尚未结束呀 他这个景区各方面这个措施还是保护措施还是挺严的 现在呢我准备乘坐这个游览的这个观光车 然后上到景区 因为这个景区还有一段距离 那咱们一会儿见哦 那咱们一会儿见哦 我以为啊 这个观光车一直会把咱们送到这个山上去 但是其实它很短的一间路程 大家如果来藏山呀 可以完全没有必要买这个 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 可以完全没有必要买这个 这个 观光票的啊 然后现在呢 我就要开始上山了 这段路程呢 就不给大家拍了 因为呢我上山的这个表情呢比较猙獰 200多斤的大胖子上山的这个猙獰表情呢 我不想让大家看到啊 我还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美好的一面 所以说拜拜了您各位 咱们山上见